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造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Christina 我是文造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Peter 你听说了吗? 秘鲁一间球鞋店最近被窃捷入侵了 他们偷走超过200双球鞋呢 真的吗?那可真是倒霉 球鞋不便宜耶 这家店的老板一定很生气 没错 而且更奇怪的是 窃捷偷的球鞋全部都是只有右脚 没有左脚的 老板发现这一点后相当无言 那真是太奇怪了 为什么他们只偷右脚的球鞋啊? 难道他们只有一只脚吗? 我也不知道 这真的是一个谜呢 警方正在调查 希望他们能够追捕到这些窃捷 并找到他们的动机 希望如此 这种事情让人感到很不安耶 不仅损失了财物 还为店家带来了困扰 对的 球鞋已经不再是 只是运动配件而已 他们已经成为了 时尚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的切案真是令人震惊 希望这个谜团能够尽快解开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些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知名 famous 知名 famous he is a very famous writer in this country 他是这个国家痴民的作家 he is a very famous writer in this country 他是这个国家痴民的作家 第二个单字 品牌 brand 品牌 brand she's gone over to a minor brand of a cigarette 他改吸另一品牌的香烟 she's gone over to a minor brand of a cigarette 他改吸另一品牌的香烟 第三个单字 偷 steal 偷 steal he was sent into prison for stealing 他由于偷窃被送入监狱 he was sent into prison for stealing 他由于偷窃被送入监狱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知名 famous 品牌 brand 偷 steal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在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文藥文藧 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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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文藝 媒体